明华园戏剧总团在南投县立体育场隆重登场 当晚吸引了一万多位县民到场欣赏 县长林明珍、议员曾正言、林芳宇也共赴盛会 林县长现场颁赠感谢状给明华园及赞助单位 感谢他们为南投县民带来了精彩的传统戏剧文化饗宴 明华园戏剧总团既典好戏成员再来 由当家小生孙翠凤领先主演 歌载戏第一丑角陈胜在当家花旦郑雅生 借明华园总团艺术家族联合演出 表演在林县长、陈副县长、孙翠凤等人 发放授桃请献名享用后正式展开 今天来到这边观赏将近有1万多 将近1万6千多人 所以这个瓜子是在我们台湾相当有名气 大家都非常喜欢看 尤其在整个演戏的内容 看得都非常的生动 非常有戏剧性 也有非常感允的场面 我们也感谢环电公司 这个魏董事长能够随住我们这笔经费 来演给我们前县民来观赏 县长在这边对环电表示非常的感谢 林县长表示 先福配合灯会活动 邀请到全国最有名的名花园在体育场演出 内容十分精彩 剧情有喜有悲 台下民众有哭有笑 大家看得非常投入 这个剧情看得我们有时候也感觉到有一个同情会掉眼泪的这种情况 人都相当的成功 大家都喜欢来看 都非常的柔弱 我们再次感谢环花园 孙翠峰所指导的环花园歌仔戏 大家都看到非常满意 成运再来 由今年国家舞艺奖得主 明花园首席编导陈胜国所编写 是一部以爱与仁慈的观点所创作的作品 现场舞台 灯光 音响 铺行道具 工程车辆等近十几部 演出及工作人员多达80人 阵容庞大 可说是国家剧院等级的表演规模 也让南投乡亲感受到传统戏曲的艺文魅力